Lie長帶著斗笠蹲在田裡面 一步步教學蔬菜採收的技巧 身穿藍色背心的台大學生們 來到苗栗後龍水尾社區 採下一片片菜葉 放進籃子體驗一日農村綠兆園的生活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111年起 致力推動農村高齡照顧 透過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計畫 關懷在地高齡漲者 利飲食的方面 我們是因為我們在地的一個黑米 跟黑豆的一些食材 來製作麵包 社區的這個地瓜葉 又是我們社區的這些長輩 他們自己種的 把剛採下來的地瓜葉 打成泥狀跟麵糰攪拌在一起 經過發酵等待 就會變成綠色的蔬菜麵包 同學們戴上手套 親自DIY社區內的阿公阿嬤 也親自動手體驗 擀麵糰的樂趣 長者都很樂於參與 就讓我感到這裡 是一個很熱情的地方 更清楚說政府對這個 高齡化的農村跟老人的照顧 是怎麼樣具體的落實 除了把在地菜園的蔬菜 製作成特色麵包 社區內也有定期公餐 照顧長輩們的營養跟健康 我們來這邊都很高興啊 反正來這邊就有飯啊 長輩們一口接著一口吃得好滿足 農村綠罩計畫 更進一步關懷社區長輩 也讓地方社區成為長輩們 在地安老的口居所 環選一句張君 吳紹欣 苗栗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